中共铁道部员部长刘志军日前在北京受审 当局指控刘志军在官场25年来 收受财务控制人民币6460万5400元 不过有媒体披露 当局仅追缴刘志军的房产就有374套 涉及赃款部分超过8亿元人民币 香港媒体报道呢 刘案内幕比已经公开的要复杂的多 评论也指出 比刘志军级别更高的薄熙来 才是这出戏主要的戏言所在 大陆检查机关指控 刘志军受贿的赃款及滥用职权造成的损失 已被司法机关追缴 其中仅房产就有374套 人民币超过8亿元 同时还扣押了汽车16辆 书画视频等612件 不过庭审时 检方指控刘志军受贿数额 仅6460多万元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 刘志军案件不是孤立的中共高官贪腐案件 它是中共高层不同政治势力博弈的继续 刘志军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前总书记 江泽民一手提拔的 比方说江泽民当政期间 他每到地方上视察 乘坐的专列都由刘志军全程陪同 刘志军因此得到江泽民的赏识 在官场上一路横行 被认为是江系的核心的人马 刘志军于2003年被任命为铁道部长 一直以来 刘志军统领的铁道部及个人问题诸多 很多罪状早就被外媒曝光过 不过在官场上刘志军依然威然不动 被指是江泽民在背后为他撑腰 此外 刘志军回报的是江铁路的资产 转给了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据了解 铁道部被拆分之前 不仅是最大的一个部占据巨额资金 还拥有专属的法院 检察院和公安系统 还有自己的通信网络 从部长到各级官员大多是江系人马 被称为江派的独立王国 是江系的贪腐大本营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指出 比刘志军级别更高的薄熙来 才是这出戏的戏言所在 薄熙来案迟迟没有开审 主力来自薄熙来的不合作 以及官场上一些挺薄的压力 刘志军在庭上忏悔 没有为中国梦做贡献 大有机会逃过重刑 圆了主政者的面子又救了自己 意思是要为薄熙来 数个学习榜样 替不安开路吗 外界普遍认为 刘志军受江泽民提拔 官运横通 做到铁道部部长 党组书记 与薄熙来一起 被视为江派宠臣 刘志军和薄熙来 都是在习近平上台前 都已经落马的 并且是同时宣布的 2012年11月4号 中共的17届七中全会审议 通过薄熙来刘志军 两人严重伪计的审查报告 并被中共开除党籍 现在刘志军和薄熙来 都是习近平一方 打击江派势力的 一种资源和棋子 外界分析 薄熙来案发以来的 整个处理过程 一直伴随着打江行动 刘志军案 是萧江行动的 另一把匕首 在不安的一些关键点上 由江泽民一手提拔的 刘志军都被抛出 另外呢 有一个迹象值的关注 那就是近期以来 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 有关政治类的新闻的时候 经常出现混乱 和自相矛盾的现象 这种迹象呢 表现出了 现在呢 中共高层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分裂 夏小强指出 习近平执政之后 试图在中共体制内 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 遭遇了中共利益集团 特别是江泽民利益集团的 激烈抵抗 这种抵抗 已经到了一种 鱼死网破的地步 夏小强认为 习近平出访期间 国内发生的连续爆炸事件 不仅仅只是一种巧合而已 感谢观看